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动态 以及巴西在全球清洁能源革命中的关键角色 在东京随着新首相石破帽的上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前瞻性的祝贺信息 这让日本政府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充满期待 然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特别是在军事行动和领土主张方面的担忧 日本新政府希望透过加强外交交流来寻求稳定的关系 但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 巴西正在努力利用其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 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擎 随着对理 涅等矿产需求的激增 巴西希望不仅成为出口国 还要发展完整的产业链 从而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政府政策的复杂性和基础设施的不足 巴西仍然有潜力 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最后 萨斯卡车温省正试图在稀土矿物加工上与中国竞争 建立北美首座稀土加工厂 尽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但要在中国主导的市场中立足 仍需克服重重困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新政府与中国的外交破冰 石破茂的前瞻性愿景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走进东京的官邸 刚刚接过了首相的重任 便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祝贺信 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份礼节性的祝贺 更是一个前瞻性的外交信号 信中 习近平指出两国追求和平共处 友谊和互利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 并希望日本能与中国携手合作 建立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这一信号让日本政府感受到了一丝希望 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因领土争端 战争历史 以及最近一起日本男孩 在中国被杀事件等问题而紧张不安的背景下 日本首席政府发言人林方正表示 我们将这份在就职当天收到的祝贺信息 是为习主席对日中关系的前瞻性信息 他强调 日本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建立一个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并在各个层面上促进与中国的交流 以加深双方的关系 然而 新任外乡言巫义则在接受ABC News采访时表示 日本需要在对话和威慑之间取得平衡 特别是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主张 他希望尽快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尽管目前尚未安排具体的会议 在外交方面 石破茂于上任首日便通过电话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进行了对话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外交手秀 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加强防务合作的承诺 并通过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志同道河的伙伴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石破茂在与拜登的对话中并未提及 对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和人员法律地位的修订 但他计划在以后的会议中提出这些问题 目前 日本有约5万名美军驻扎 这是双边安全协定的一部分 此外 石破茂还与韩国总统尹锡悦 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进行了电话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安全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ABC News报道指出 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显示出 日本新政府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 正努力寻求建立更为稳定的外交关系 尤其是在与中国的互动上 巴西的绿色梦想 矿产与可再生能源的双重赌注 巴西 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广阔土地的国家 正站在全球能源转型的风口浪尖 根据Wil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报道 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关键矿产储量 这些矿产对于从化石燃料转型至清洁能源至关重要 巴西不仅希望通过出口原材料 在全球能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更希望在国内发展关键矿产的价值链 成为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先驱 链产业正是其中的一个亮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巴西从零出口 跃升为2023年全球第五大链出口国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产量将增长五倍 在米纳斯及拉斯州被称为链鼓的地区 拥有11个项目 而国内其他地区的潜力仍未开发 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施尔瓦 自2023年上任以来 承诺将巴西打造成气候领导者 他正在打击亚马逊的非法砍伐和采矿 这在前任政府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卢拉还致力于实现巴西的工业化梦想 推出了一项计划 向当地产业提供政府补贴和信贷 促进经济多元化 巴西丰富的关键矿产和投资者兴趣 可能有助于催化更广泛的工业化 前提是政治不会成为障碍 并且有适当的激励措施 然而巴西的挑战也不容小觑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报导指出 巴西的税制复杂 获得采矿和环境许可的过程漫长 税制涵盖联邦 州和市的税收有时会重叠 国会在2023年12月通过了一项税制改革 但尚未完全实施 改善巴西的税收政策 以吸引投资者是国家优先事项 但进展缓慢 过度期长达10年 此外 巴西尚未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家关键矿产政策 这使得发展目标 时间表和激励措施缺乏连贯性 这样的战略将向矿业公司发出强烈信号 指导其做出长期投资决策 相反 目前只有单独的政府倡议 效果参差不齐 加拿大的挑战 萨斯喀彻文省与中国的稀土竞争 在全球稀土矿物的竞争中 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文省正努力与中国抗衡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指出 萨斯喀彻文研究委员会SRC 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 位于萨斯卡通的稀土加工厂 专门处理乳女 各核式等稀土元素 这座试点工厂目前每月能生产时 吨稀土金属预计到年底将产量增加到4倍 SRC的总裁麦克克拉布特里 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届时该工厂将能够生产美国国防部所需的 相当一部分是 这种金属被用于导弹制导系统 隐形技术和F35战斗机 然而 SRC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由于中国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北美的私人投资者对稀土市场的兴趣寥寥 为了支持这一计划 省政府已经提供了7100万加元的资金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额外投资了3000万加元 SRC目前从巴西获取稀土矿石 并计划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从澳大利亚 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南美的矿业公司采购矿石 然而 这一切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市场竞争 根据多伦多的关键矿物研究所联合主席捷克 利夫顿的说法 SRC的工厂虽然是北美首个此类设施 但要证明其可行性面临的障碍巨大 稀土市场的规模相对于其他矿业部门来说 微不足道 2023年 其市场价值仅为34亿美元 利夫顿指出 稀土的加工方式与铜和金等其他商品截然不同 后者可以以统一的方式加工并堆放库存 而稀土则需要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生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 SRC需要找到终端客户 并确保其产品符合客户的规格 才能实现商业化和盈利 克拉布特里坦言 SRC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的公告都显得过于夸大和不切实际 过去几年 加拿大在稀土的开采和加工方面的雄心并不顺利 几年前 澳大利亚的Vital Metals LTD 在西北地区的Nicolico稀土项目进行开采 并试图在萨斯卡通建立自己的加工厂 但因资金短缺而放弃了该项目 当Vital后来试图将Nicolico开采的稀土库存 出售给中国时 引发了公愤 最终联邦政府介入 促成Vital将库存出售给SRC 从而将稀土留在加拿大 与中国竞争并不容易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成本较低 这与其宽松的环境标准有关 稀土加工需要大量的水 而中国公司通常将含有化学物质的废水排入河流 相比之下 SRC则回收和重复利用 所有在精炼过程中使用的水和化学品 但建立这种回收能力的成本昂贵 整个工厂的建设成本约为中国的两倍 尽管SRC的环境标准比中国严格 但克拉布特里发现 最终客户并不愿意为来自加拿大的稀土 支付更高的价格 为了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SRC专注于建设一座更高效的工厂 并融入了广泛的人工智慧技术 克拉布特里表示 在中国80名工人的工作量 SRC只需四人便可完成 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慧的应用 永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无论是日本的新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外交破冰 还是巴西在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的雄心壮志 亦或是萨斯喀车温省 在稀土市场上的艰难竞争 这些案例都展示了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复杂性和机遇 每个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联系紧密的世界 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全球格局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这些国家都在寻求突破 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最终 这些努力将不仅仅改变这些国家的命运 更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全球稀土市场的竞争中 萨斯喀车温省正在努力与中国抗衡 并试图吸引私人投资 以建立北美首座稀土加工厂 稀土元素在科技 机器人 低碳能源和军事应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其具有磁性、荧光和导电等特性 然而 这些元素的开采量却微乎其微 全球市场几乎被中国垄断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 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占有率高达69% 而在精炼方面更是超过95% 萨斯喀车温研究委员会 SRC 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 位于萨斯卡通的稀土加工厂 专门处理乳女 各核式等稀土元素 这座试点工厂 目前每月能生产时吨稀土金属 预计到年底将产量增加到4倍 SRC的总裁迈克克拉布特里 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届时 该工厂将能够生产美国国防部所需的相当一部分是 这种金属被用于导弹制导系统 隐形技术和F35战斗机 然而 SRC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由于中国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北美的私人投资者对稀土市场的兴趣寥寥 克拉布特里指出 中国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市场的无情操控 意在压制中国以外的产业发展 这使得北美的投资者 在面对稀土市场时 往往会退缩 因为他们无法向投资者提供长达15年的成熟财务预测 为了支持这一计划 省政府已经提供了7100万加元的资金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额外投资了3000万加元 SRC目前从巴西获取稀土矿石 并计划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从澳大利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南美的矿业公司采购矿石 尽管目前加拿大没有稀土矿工 但克拉布特里表示 魁北克有几家发展阶段的公司 未来可能会为SRC提供供应 然而 这一切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市场竞争 根据多伦多的关键矿物研究所联合主席杰克·利夫顿的说法 SRC的工厂虽然是北美首个此类设施 但要证明其可行性面临的障碍巨大 稀土市场的规模相对于其他矿业部门来说微不足道 2023年其市场价值仅为34亿美元 利夫顿指出 稀土的加工方式与铜和金等其他商品截然不同 后者可以以统一的方式加工并堆放库存 而稀土则需要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生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 SRC需要找到终端客户 并确保其产品符合客户的规格 才能实现商业化和盈利 克拉布特里坦言 SRC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的公告都显得过于夸大和不切实际 过去几年 加拿大在稀土的开采和加工方面的雄心并不顺利 几年前 澳大利亚的Vital Metals Ltd 在西北地区的内卡勒扣稀土项目进行开采 并试图在萨斯卡通建立自己的加工厂 但因资金短缺而放弃了该项目 当Vital后来试图将内卡勒扣开采的稀土库存 出售给中国时 引发了公愤 因为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曾赞扬该公司建立独立于中国的供应链的努力 并且联邦政府曾为该工厂提供了500万加元的资金 最终联邦政府介入 促成Vital将库存出售给SRC 从而将稀土留在加拿大 与中国竞争并不容易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成本较低 这与其宽松的环境标准有关 稀土加工需要大量的水 而中国公司通常将含有化学物质的废水排入河流 相比之下 SRC则回收和重负利用 所有在精炼过程中使用的水和化学品 但建立这种回收能力的成本昂贵 整个工厂的建设成本约为中国的两倍 尽管SRC的环境标准比中国严格 但科拉布特里发现 最终客户并不愿意为来自加拿大的稀土支付更高的价格 他在与德国汽车制造协会会面时 发现该组织对来自加拿大的稀土金属 并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 这让他大开眼界 为了更好的与中国竞争 SRC专注于建设一座更高效的工厂 并融入了广泛的人工智慧技术 科拉布特里表示 在中国80名工人的工作量 SRC只需4人便可完成 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慧的应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日本新政府收到中国的祝贺信息 并希望改善双边关系的新闻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两国关系的改善 对亚洲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毕竟合作总比对抗好 对吧 楚天书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这种所谓的祝贺信息 就像是在送一颗带有定时炸弹的礼物 中国在这里扮演温柔的角色 但我们不能忘记 他们在领土争端和军事行动上的强硬态度 这种前瞻性祝贺不过是烟雾弹 目的是麻痹我们的警惕 谢琪琪 你的怀疑就像在说 罗密欧与朱利叶中的朱利叶 不应该相信罗密欧的爱情表白 习近平的祝贺信息 是基于和平与友谊的基调 要知道 中日两国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两国的合作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契机 让我们能够跨越历史的阴影 走向新的未来吗 楚天书 你的乐观让我想起了唐吉和德中的主角 看到风车就以为是巨人 中国的军事扩张和强硬的领土主张历历在目 日本新政府不能仅仅依赖祝贺信息 来判断中国的意图 我们需要的是实质性的行动和改变 而不是空洞的言辞 谢其切 你的比喻虽然有趣 但过于悲观 当年 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曾在二战中通过对话和合作 促成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 现在 习近平的祝贺信息和石破帽的积极回应 正是这种对话的开始 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两国领导人 愿意在和平和稳定的基础上开展新的合作 楚天书 你的历史对比令人敬佩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问题 日本首席政府发言人林方正和外乡言巫义都强调了在对话和威慑之间取得平衡 这说明日本政府并不是天真的接受中国的祝贺 而是在谨慎的观察和评估 我们不能因为一封祝贺信而放松警惕 应该在行动中保持清醒和警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日本新政府的外交新动向 哎呀,这次是日本新政府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大戏了 日本新首相石破贸一上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送来了祝贺信息 不仅祝贺 还特意说了希望两国能和平共处 友谊长存 这番话像是一股暖流 让日本政府感到有了一丝希望 觉得这也许是改善关系的好机会 日本首席政府发言人林方正表示 他们会把这看作是习主席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前瞻性表示 可见日本方面也是很乐意接收这份善意的 话说回来 两国之间的矛盾还真不少 从领土争端到历史问题 再到最近的日本男孩在中国被杀事件 简直是麻烦不断 不过 林方正也强调 尽管问题多多 但日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 建立一个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日本新外交部长言乌易也不是吃素的 他表示要在对话和威慑之间找到平衡 这才是应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正确方式 这位新外交部长还希望尽快和中国外长王易见面 虽然具体时间还没定 但有这个想法总是好的 最有意思的是 石破茂的外交首秀是在电话中完成的 接到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祝贺电话 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加强防务合作的承诺 并决定联手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志同道合的伙伴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石破茂还表示 虽然这次没提到他想要修改日美安全联盟的条款 但他计划在以后提出 这可是关乎到5万美军驻扎日本的大事啊 巴西的关键矿产与全球清洁能源革命 再看看巴西 这个国家拥有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引擎的一切条件 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关键矿产储量 这些矿产队从化石燃料转型至清洁能源至关重要 巴西的鲤产业就是个好例子 从零出口跃升为全球第五大鲤出口国 预计还会继续增长 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上任后 承诺将巴西打造成气候领导者 并打击亚马逊的非法砍伐和采矿 卢拉还推出了一个计划 向当地产业提供政府补贴和信贷 以促进经济多元化 巴西的丰富资源和投资者兴趣 可能会催化更广泛的工业化 但前提是政治不会成为障碍 不过 巴西在全球矿产竞争中也面临挑战 首先是缺少数据 只有27%的国土已经被勘测 其次是税制复杂 获得采矿和环境许可的过程漫长 最后 巴西尚未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家关键矿产政策 缺乏发展目标、时间表和激励措施 巴西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扩大地质勘测 转移矿产加工的技术和知识 并投资于研究和创新 几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 都对支持巴西的关键矿产产业感兴趣 巴西加入了联合国关键能源转型矿产小组 这一举动也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 萨斯克车温省挑战中国的稀土垄断 再来看看萨斯克车温省 他们正努力在稀土矿物加工上与中国竞争 稀土元素在科技、低碳能源和军事应用中至关重要 而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 萨斯克车温研究委员会 SRC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北美首座稀土加工厂 每月能生产10吨稀土金属 预计到年底将产量增加到4倍 然而SRC面临的挑战不小 由于中国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北美的私人投资者对稀土市场的兴趣并不高 SRC目前从巴西获取稀土矿石 并计划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从其他地区采购矿石 尽管加拿大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 但SRC仍需找到终端客户 并确保产品符合客户规格 这确实是一个大挑战 因为稀土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 而且加工方式与其他矿业部门截然不同 SRC希望通过建设一座高效工厂 并融入人工智慧技术 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总之 无论是日本、中国、巴西还是加拿大 都在面临各自的挑战和机遇 这些国家的动向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和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